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微信行事及各位四方善知识 时代的进步 居住环境的改善 这都是代表时代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人往往在自己居住环境的住家 一旦有钱买了新车贵重的车 就在文钱体验前盖了车库 你要会盖 不会盖的话 这个车库盖了反而变成 对本宅有害而无益 我看过这么多年的风水学 看过这么多的别墅 豪宅 但是豪宅别墅 住进去之后 百事不顺 孩子骑五逆 夫妻 缓目成仇的 多得不得了 去看的结果 就是为爱车 盖了车库 一部车子 即使三百万 你盖了一栋 车库要花两百万 但是盖了之后 失业大百 孩子呢 做生意了什么 做什么了什么 夫妻反目成仇 父子成仇 就患了风水学的毛病 现在有一个例子 门从这边进来 这个房子住家 结果他 戳裤从这边进来 分成白虎握拳 白虎握拳下饭上 奴妻族病妻族 夫妻不合 伤了太太的身体 我常常为了这个事情建议 各位善心大斗 但是听不进去 她说花了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我说没有用老婆 比较重要 或是这部车子重要 或是孩子重要 或是事业重要 有的听懂 问了怎么办 有什么福令可以贴 胡说八道啊 什么有什么宣誓 说什么贴福令就好了 那胡说八道 拆掉 没有第二条路 所以啊 有的拆了 诶 改善了 有的在那边到处问 问神 还有人呢 跟你说贴福令就好了 骗鬼啊 麻麻骗骗 但是我们干年受人骗 我们也不能说人家骗我们 所以这个方法拆掉 不然就移到这边来 你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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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点呢 我希望各位 熟王善知事们 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 就有自取 所以 百事不顺自己 没有智慧所引起的 所以你也不能怪别人 全部都是自己 还行 忏悔 检讨 去执行 依法修行 依照奉行 其实都圆满